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张浩维 早上看到他的热搜 我一看,有点熟悉 但不知道是谁 只是一想,好像是庆余年 再来看一下他的发展 他是91年6月18号 出生在山东济南 直接看一下命格 季土生在无火之月 一看,做一下喂土 6月份已经到了夏天了 这个很简单的 一看,土这么旺 一般来讲的话,夏天的话要有水 当然时辰不知道的 妄想的,或者说 多的要被克制 年月日的话就有三个土了 再加上是夏天 最好走的是木 走木的运会更好 现在走的就是东方木运 也从15年 其实一直以来都还可以 整体来讲 但是天干有点不好 有点是心经 就失神客观 因为刚刚讲的是 木代表的是他的用神 假木嘛 天干有一个心经客制 再加上早些年 新毛运都是有天干相战的 可以理解为 比如说15年到25年 就是现在的世界嘛 15到25的十年大运当中 上五年不行 上五年的话是金能量更强 它克它,反而不利啊 那到下五年 也就是这个2020年 应该是15到19年吧 19年开始 19年到下五年 19年到25年左右吧 包括现在 整体来讲还不错 就是它明显一个转变嘛 这个好指的是 它的事业上的发展 会明显的改善 来看一下吧 它的这个不是很熟悉啊 看的 第一次看吧 也是啊 6月18号 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 能说会到 或者说这个 也可以说两 两副面孔 因为双子嘛 双向的嘛 左右各一 跟 比较适合当演员 为什么 演员的话就是要不同的状态嘛 你生活中是状态 和在这个 影视剧当中是另外一种状态 你如果说上下都一样的 哎呀 那这个人完全 就不是叫合格的演员了嘛 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状况 你看 双子座当演员是蛮好的 那当然还有一种新作 比如说 狮子座也可以当演员 为什么狮子座 喜欢表演 双子座的话 就是 两种状态嘛 就是在工作时候是一种状态 生活当中是另一种状态 也挺好 求婚大作战 这不是日剧吗 中国好像也翻拍过的 庆余年 庆余年也有影响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来看一下吧 初出茅庐 也欧年 我认为19年吧 有个转折 但最差的或者说 遇到有些坎坷的 应该在欧林年吧 可能有一些 这边肯定不会有显示的 这边都是说 稳步前进是欧一年开始的 欧一年 然后之后的是这个 就欧四年吧 反正每年都是有好几部剧 刷新这个记录 也好怎么也好 对他来讲发展是不错的 突然之间有这个事情爆出来 说他 曾几何时 或者说有这样的言论 这个不太好的言论吧 带话说回来的 是谁爆出来的 好像是录音什么 那既然是录音 那说明不是光明正大的吗 而且是他朋友啊 你不可能说 他对一个陌生人 去说这种事情吗 可能是比较要好的 也不道德 不知道哪位朋友 也不是很道德 那从他的事业来讲 今年今年是二五四年吧 贾成年 今天贾成 天干见这个 还好吧 二五年才不是 不是很理想 因为二四年是贾成 天干见贾目为正观嘛 正观代表麻烦事情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约束啊 有些规矩啊 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种这个束缚 不是很好 那二五年 从事业发展来讲 刚才说的 二五年不是 我认为不是很有理 一个转折 同时上官出现 这上官客观麻烦不断 现在是二四年了 还没到 还半年时间嘛 所以我认为二零 二五年 肯定是相对于事业当中 人生当中最糟糕的 不是很顺利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从感情或者婚恋角度来讲 他结婚了吗 好像没有吧 他这婚恋肯定不是很好 虽然也很帅啊 也不错的啊 早相没问题 但这个命格 婚恋方面就差点 因为这个土这么多 活土这么多 那必来可水啊 水得为婚恋的符号 他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话 就是在生命当中 不能说缺少 就是那种 得不到这种温暖感觉 在情感方面 就不是很理想 这个情感就是特制爱情嘛 婚姻方面嘛 不是很好 但多数基本上是晚婚嘛 这个 就是普通人来讲 我也会说比较晚的结婚 再加上他是这个演员啊 这个演艺界的 更加符合他的这个特性嘛 很晚 婚礼不是很好 尤其是未来几年吧 刚才所说的这个 包括二十六年 就比之前要坎坷一提 那没办法的 尤其是二十六年 二十五下半年 婚恋也是 土这么多啊 这种当一般来讲 这种能量比较强的人 运动员啊 或者说这个什么赛车手啊 我说舞蹈演员就跳舞的 那也行啊 跳舞的也可以 也比较适合 因为这个 就不停的跑动啊 不停的这个运动啊 能够让这个望向的能量宣泄 对知识的发展是有利的 大概这么个意思啊 刚才讲的是这个事业方中 方面二五下半年 应该二五年 你吧 别糟糕 今天不管怎么样 应该我那么平稳啊 问题不是很大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希望他顺利了感情方面就差了一些 不太容易遇到合适的 或者说难以有稳定的爱情